大家好,欢迎来到《彩虹小厨》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喜庆吉祥的年夜菜 好看好吃又下饭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在拌进猪肉馅中加入四辆葱花和姜末 一小勺盐 半勺13姜粉 一小勺鸡精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四辆香油增香 再加入四辆食用油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上去 接着准备一个纸鞋子 对半切开 然后用两根筷子垫在底部 将鞋子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 再分成小段 然后把肉馅一点点的塞入鞋子的每个缝隙中 塞了肉馅后的鞋子就被撑开了 就像灯笼一样 油温五成热食下入鞋子 底部炸至变色后翻面 全部炸至金黄后控油捞出 重新起锅 倒入少量底油 下入葱姜蒜末爆香 加入一勺皮剑豆瓣酱 炒出红油后加入四辆料酒去腥 再加入四辆料生抽和蚝油 然后倒入少量清水 加入一勺白糖 水烧开后下入鞋子 大火炖至两分钟再淋入水淀粉勾芡 让鞋子都均匀的裹上汤汁 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寓意吉祥的灯笼茄子就装好了 学会了粘液饭赶快露一手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